賣房 房貸壓力不小 我是2021年的時候那時候買的房子 那時候買的總價大概是差不多1200多萬 那後續的話我是貸款了900多萬 那預計是要分30年多一個攤款這樣子 兩年前和未婚妻一起成為有客一族 房貸占了兩份收入加起來的三分之一 零薪水繳房貸的他們竟然被歸類成准富人 瑞銀公布台灣財富金字塔淨資產排行榜 淨資產在三百萬到三千萬的准富育層 佔了台灣人口的45% 人數大約是960萬人 所以走在路上遇到兩個人 其中一個就有可能是准富人 擁有房產就是准富人 一般的上班族怎麼看 非常荒謬 就是因為以前長輩其實都會講說 有時候房產還沒有做一個出售或者狀況那些的話 其實都只是紙上富貴 更何況就是說其實那麼多人其實是背得那麼重的房貸 所以按照這樣公布的資訊 還有數據來說突然就被歸類成 富人這個階級准富人這個階級 其實很不切實際啦 湊得出頭期款就是准富裕 被房貸追著跑的人不免露出苦笑 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他買的房子動輒幾千萬 那他算不算富人 他有可能是他累積了一輩子的錢 他在台北市可以買到房子 資料顯示 淨資產1.5億台幣的超級富裕層有7.1萬人 三千萬到1.5億的富裕層有69.3萬人 三百萬到三千萬的準富裕層960萬人 三十到三百萬的中產階級有698萬人 資產30萬以下的245萬人 貧窮跟富裕它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絕對 絕對就是說 例如說聯合國會畫出說 一條貧窮線 低於這個標準以下就是貧窮這樣子 另外一種就是相對的貧窮或相對的富裕 就是一個社會一定有前段半後段半 那這個社會再怎麼有錢 除非你所有人都一樣有錢 不然它一定有前有後 我認為這個三百到三千以台幣來換算 大概就算是中產 而沒有到所謂的這個準富人樣子 那之所以會這樣的分類是 因為這是銀行投資銀行的報告 然後它為了客戶的財富管理 它可能把它列為是準客戶 就是未來潛在的客戶 全台960萬人屬於準富裕層 也是五階層中人數最多的 台灣哪來這麼多 豪雅朗 19.3萬之間 但是如果以薪資中位數來看的話 是51.8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 就顯現的是極高薪的族群 他們的薪水成長幅度越來越大 所以拉大了跟中產階級之間的距離 根據OECD 他們的一個中產階級定義來看 就是你的家戶所得 或是個人所得 會在整體薪資中位數的 75%到200%之間 所以以台灣家戶平均所得 94萬來看 就等於說你每年要在70.5萬 到188萬 這個區間才可以被稱為中產階級 若以在地視角來看 真的要被歸類為有錢人 要具備這樣的條件 台灣有一些私人銀行 他們可能會針對他們的VIP 有一些入行的門檻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淨資產 要在3000萬以上 可以稱為準富人 就等於說 比如說你的有價證券 你的股票 房地產 土地等等 全部加起來 3000萬左右的話 可以入行 可以稱為一個準富人 這樣踏進這個圈子裡面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成為 金字塔頂端 除了你的不動產 有價證券之外 可能你手上的可流動資金 至少就要有3000萬以上 才能被稱為富豪階級 盤點一下自己的戶頭和資產 如果離這個標準還有段距離 那我們一起再接再厲 TVBS新聞陳友翔 華正森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龜山A7那邊買的 大概前兩年買的房子 33歲的首購族Janny 兩年前鼓起勇氣 在桃園龜山A7重劃區 買下人生第一間房 全狀35坪 總價1045萬的預售屋 預計今年年底交屋 認為桃園鄰近新北 房價相對雙北更親民 比較負擔得起 因為現在目前桃園大概 我那時候買大概30萬左右 單品那台北的話可能 就是五六十以上了 甚至更高 就壓力來說相對比較大 Janny月薪五萬多 每月生活開銷 固定一萬到兩萬元 因為現在的萬食便當 越來越貴 都要百元以上 他說一旦年底交屋後 每月就要還三萬多的房貸 不過新親安專案上路後 一段式房貸利率 下殺到1.775% 到時可以省下不少錢 每個月薪水大概五萬多 那其實扣掉生活開銷 大概也沒有剩很多 交屋後房貸要繳三萬塊左右 那其實壓力蠻大的 那我就會考慮新親安貸款 這樣壓力會比較小 新親安房貸讓許多人心動 但年輕人買房確實越來越不容易 必須先跨越自備款 和每月房貸支出兩座大山 因此對於口袋不深的 年輕族群來說 最好不要購買 超過自己經濟能力範圍的 高總價物件 想要用新親安房貸 在六都買房 月薪要賺多少才買得起 根據房仲業者做的一份調查 在房價最高的台北市 月薪至少要達到20億萬元 至於新北市月薪也至少要達到 11.4萬才符合健康的理財規劃 臺灣房屋統計聯真中心資料 去年前三季 六都大樓平均建估值 搭配新親安房貸 最高核貸八成 以斷市機動利率1.775% 和40年無寬限期限來試算 臺南高雄住宅大樓 平均總價千萬有兆 每月房貸約兩萬二到兩萬三 比起其他四都負擔相對輕 但可以看到新北月薪三萬八 台北大樓平均兩千萬以上 月薪房貸更高達七萬 專家指出 家庭月收入要高達21萬 採購支撐 一旦沒有達到這個薪資水平 恐怕難承擔所有房貸 你的月收入 尤其家庭收入 你必須是三分之一拿來做 房貸的支出 會是比較健康的一個理財方式 所以用這樣子回推 你如果要繳得出來 每個月7萬的貸款的話 那你少說 家庭月收入就是要21萬 那這對於絕大部分的 台北小資夫妻來說 確實是一個比較高的門檻 一般都會建議 不要超過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是現在來說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有些人會採取二分之一的方式 來去做操作 那如果說是以四萬五千塊錢 左右的這個收入來去做計算的話呢 大概兩萬塊錢約莫子 能夠負擔大概四百萬左右的房貸 所以確實想要進場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專家表示 南部購物的負擔相對北部輕鬆 不過市區新大樓或是透天物件 總價都破千萬以上 若新婚夫妻總價預算在一千萬以內 可以考慮購買中古公寓 較有機會 男人都如果說想要買大一點 譬如說南部人通常都會習慣 比較大的空間 或者是像透天的房型 那當然就比較容易超過千萬的門檻 但相對來說 如果願意選擇比較中古的公寓 那比較有機會把總價壓在一千萬上下 那以這樣的金額對於小夫妻來說呢 也會是比較能夠負擔的金額 為了緩解年輕族群買房壓力 政府的確做出努力 但年輕族群買不起房的根本矛盾 在於不斷飆漲的房價 和長期低薪的困境 若沒從根源解決問題 再多的政策補貼 恐怕也無介於事 TVBS新聞 黃冠偉 劉燕軒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